我初出家的时候 我学佛七年出家 学佛大概十年前后的样子 因为我常常在外面讲解 听众里有些老句子 学佛三四十年 都学得很不错 中门 教下 闲教 密教 他都接触 他都学过 而且那些老师都是很著名的大德 年岁大了 最后他觉悟 无论学哪一门 都不得受用 八十多岁的时候 老师念佛 求生净土 告诉我 每天念三万圣佛号 踏实 惊心 退休了 住在乡下 乡下早晨起来 到外面去散步 散步大概要三个小时 清早起来也是运动 一步一生佛号 走三万步 念三十万圣佛号 这就是他的功夫 来告诉我 我赞叹他 我说你完全对了 你真的把门路找到了 老年人 养生之道 散步是最后 慢慢走 不要走得太快 一步一生佛号 又能失心 这肯定往生啊 年岁大了 这不能工作 这要办来生的事 这一生已经了了 来生怎么办 不念佛 那就得搞轮回 想一想这一生 齐心动念 言语造主 是善还是有我 是功还是有故 好好反省一下 纵然不读三窝道 出不了六道轮回 出不了六道轮回的人 肯定在三窝道 住的时间长 在三山道的时间短了 这肯定的 想到三窝道苦 三窝道就可怕 我们就不能不宁 不能不往生极乐世界 现在确实 摆在面前两条路 一个是无间地狱 一个是极乐世界 我们一生没杀人 有没有杀害动物 想想太多了 你能说得清吗 越想就越可怕 我父亲在世 万年 遇到终日战争 他从军 做个军人 在军队里面管武器 军队官 管武器 所以 这枪支子弹 就太容易拉到了 拉来干什么 打猎了 每一天打猎了 早天清早 天没亮就起来了 把我们叫起来 跟着一起去打猎了 天天杀神 那这人是个好人 很善良 那就是杀神 走的时候 跟地藏经上讲的 完全一样 我读了经看经 想一想 老人家走的时候状况 我都喊毛直说 才知道因果报应 丝毫不爽 那我们看到人 花报 果报在哪 果报在地 将来到出生到 的幻灭 生前 不知道佛法 不知道因果 那有没有 我修佛之后 父亲表演 给我看 我对地藏经里面 所说的 也丝毫不坏 句句都是真实话 随老师叫我 不要去做官 我跟佛有缘分 出家 讲经教学 学释迦牟尼佛 我听话 张安家大使教我的 我一生就走这个路 我一生就走这个路